说一千到一万两横一束就是干 哈喽老体们 现在是晚上的11点多钟 刚才接到一个同行的电话 说他的挖机陷住了 让我们拖着挖机啊 去帮他救援一下 我们现在到了目的地 把挖机下下来 整个路程有十多公里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在来的时候啊 把我之前买的这两块干板也带上了 同行是晚上九点多钟 跟我打了电话 说他挖机陷住了 让我直接把挖机拖过来 把他救援一下 为了安全起见呢 我中途来了一趟 毕竟他的挖机都陷住了 说不定我的挖机也能陷住 所以啊 中途我们就来看了一下 自己心里面有点底了 敢救援 所以啊才把挖机拖过来 前面就是挖机陷的位置 在下去之前 我还是用斗探一探 感觉还行 然后我们就把挖机 直接开下来 开下来之后 我们首先呢 就是把挖机 前面这个抛土 给他挖开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到左边来 左边这个位置啊 是现在最深的 这个泥巴都快扬过车子了 最开始先测的位置 在后面十几米左右 车子啊 在上面来回的爬 爬了老半天 还是没爬上来 反而呢 越陷越深 实在是爬不起来了 再加上明天又有大雨 所以啊 就喊了万元 我们在清理这个泥巴的时候 从挖机里面啊 就流出来了很多水 这个水啊 都已经淹到那个大放了 如果明天下一场大雨 这个挖机可能就有点恼火了 救援就更难了 这个地方以前是集体的鱼塘 看样子啊 应该是慌了好多年了 塘底的土制是那种沙土 再加上还有一些水分 根本都挖不到底 挖机一旦陷住了 只要稍微一动 就越陷越深 我们把挖机四周 能挖到的泥巴 全部清完之后啊 就把我们之前 带过来的这个杆板 给它放到这个挖机 里的下面 我这个杆板有点薄 只放一块下去 然后啊 那个杆板就压翘起来了 最后我们又把另外一块 也给它放进去 这个边上有一块大石头 本来打算把这个石头 也给它放下去 他说不需要 然后啊 就把他的斗伸过来 我那够的洞 你应该是开好好玩笑 我那这够的洞啊 你那个 那不得行 我那太急 等等 那个那个 这是你了 你抓到地团还稳上去 他把斗伸过来 让我把挖机推出板 放在地下 然后啊 勾住我的斗爬上来 我这个挖机才六灯重 怎么正经住它啦 老铁们看看挖机前面的那个泥巴 挖机稍微动一下 那个泥巴呀 就使劲了掺斗 顺着呀 那个水也冒出来了 爬到这里 又爬不动了 然后让它停着 我们又把前面 再给它掏一下 才往前面爬了几步 又爬不动了 再往上爬的时候 挖斗挖的那个位置 现在又全部挖松了 我们又来把这个前面 再给它掏一下 结果还是一样 爬不动 最后我们看了一下后面 这个后面 现在又陷住了 挖机又装不动了 我们只有把边上 再给它掏一下 我们把边上的泥巴掏完之后 这个挖机 就算是爬上来了 这个堂子的土字 真的很奇怪 你在上面来回的样 它不限车 但是你不能挖 一挖的话 就容易限车 现在它把挖机开过去 把我们之前塞下去的 钢板掏起来 挖机就圆起来了 这个钢板也掏出来了 但是这个钢板呢 已经压边形了 我们找一个比较平的地方 用斗给它拍一拍 拍直了之后 照样可以用 说一千到一万 两横一束就是干 哈喽老铁们 去年我们这个许工挖机 不小心把这个电杆拉倒了 当时花了两三千 今天电力公司呢 喊我们来给它盖点火 本来想着去年花了两千多 今年这点火呀 也收它个一两千 把去年花出去的钱挣回来 但是这个火就很简单 你收个一两千 就有点说不过去 最后啊 我们就按一个起步架 给它干了 我们把挖机开到位之后 就给我们一人花了一个帽子 在这里照了一张相 给我们讲了一下安全的事情 然后啊 我们就在现场去看了一下情况 今天这个火就很简单 就是以前的那个变压器 可能是坏掉或者是换新 把以前的旧的变压器 给它掉下来 然后再按一个新的上去 这个火看着确实是很简单 但是现场啊 这个条件不允许 周围的拉线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干活的时候 就特别的小心 这两个电杆都是高压电杆 这个拉线也比较多 横七竖八的 一点不规换 只有这个角落啊 有个空隙 我们把斗伸进去之后啊 才绑着钢丝绳 慢慢的把它叼起来 我们斗的上方 刚好也有一个拉线 稍微提一点啊 就能碰到拉线 为了安全起见啊 他们工人就绑了一个绳子 我斜着往右边带 他们把绳子带一下 就把这个旧的变压器 叼下来了 这个旧的变压器 我们叼下来了 这个新的再把它叼上去 问题就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把旧的变压器 放到一边 把这个新的从车上 给它叼下来 工人把这个变压器绑好了 我们正准备往上面叼 然后他们才发现 这个变压器的方向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变压器放下来 把这个钢丝绳交叉一下 把这个变压器调一个方向 在往上面叼的时候 工人打算把绳子绑着 也带一下 但是我觉得往上面叼的时候 这个绳子作用不是很大 就拒绝了 因为我们斗 如果说能碰到那个拉线 我们可以把斗提前开完 这个车子可以来回的移动 这样就不会碰到那个拉线 这个新的变压器和那个旧的变压器 高低有点落差 然后那个电线呢 就接不上 现在工人就绑个绳子 我把这个变压器叼起来 他们往左边带一下 把变压器移过来之后 只要那几根电线能接上去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旧的变压器 给它调到车上就行了 这个活我们大概干了 有半个小时左右 路上跑了有十多公里的一个山路 然后呢 干了半个多小时的活 我们就收了一个起伏价 八百斗 像这样的活呀 我们还要给它干两次 才能把去年的损失找回来 然后再放在这里 坠下了